大家好 今天早上一个网友的留言 震惊到我了 这也是有很多人问我 新加坡有没有贪污 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人问我 我是没有去回答了 也没有去录视频说过 因为我觉得 我不了解 我也不想去乱说 对不对 但是我是有看到报纸上的新闻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什么部长 但是他只是涉嫌 涉嫌只是说在调查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是说他是贪污 但是这件事情 已经是新加坡政府 二十年以来 就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在新加坡 我是听到有些人的谈论说是 高薪养 就是政府里工作的上班的 都是很高工资的 就是防止他们会贪污 受贿这样 这样挺好 对不 所以这个国家 给我的感觉是不会那么乱的 因为我是听这样说的 一个贪污案件 还不确定 就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没有发生了 这也是今天网友给我看的一个截屏 其实我有关注 我只是没有讲 一个县 县级 可能也就是相当于新加坡的这种医院 一个医生 还不是一个官 还不是院长 他居然贪污了 所有的总价值是1.4个亿 二十套房产 四千万的现金 还有五十斤的黄金 还有七七八八加起来 估值是有1.4亿 我的妈呀 大家想一想 一个县级的医生 会有那么严重的贪腐行为 我看到好像现在我们国内 已经有131个院长 书记就在调查了 反正每一个调查起来 都是有都是上亿的那种贪污 其实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就是天价医药费 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最害怕的 每一家真的 如果是有一个有大病人 那就完蛋了 虽然说有社保啊 农村有医保啊 但是呢 就是也是不是说所有的 百病百药都给你报销 我听到这样 我的心都在发抖 他们为什么那么贪心啊 为什么要贪那么多钱啊 真的 你像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啊 现在国家也是给的条件 也是非常的好了 当然好官也很多 但是贪污的也是很多 所以我在想 一个县级的医生 都贪污了1.4个亿 那其他的更不敢想象了 所以出国也好 去哪里也好 有很多人啊 自以为有钱撑腰 哇 种种行为都是要高人一等的那种 所以他们出国花钱啊 也是大手大脚 因为不是他辛苦得来的钱呢 他肯定不心疼的 他肯定不会感觉到这个钱啊 舍不得用的 因为那些钱去得太容易了 所以说他 你大家一说中国人都是有钱人 我也承认中国人很聪明 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士 但是靠着贪污发财的人也是很多很多 现在国家在严查了 我看到这些新闻我也是很开心的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重视民生了 所以也是在慢慢的改变 我也有看到就是网友啊 很好奇新加坡这边的 我是报纸上看到的 我会说 但是我也不知道的 或者是不太了解清楚的 我也不想去讲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如果不是自己的钱啊 很贪心的很贪污的那种人啊 早晚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们赚钱呢 辛苦一点 无所谓 但是花的心安 晚上睡觉也心安 对不对 你看这些人 贪污了那么多钱 他怎么用啊 到牢里去过一辈子吧 真的 大家真的不要贪心